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的讲一讲一个例子 以及处缘一个很简单的循环群例子 好 我们先考虑以下了 一个映射 我们有一个F 从Z到E除以N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映射 把每个总数A映射到 它所对应的等价类上面 再一次Z除以N 作为一个集合 是由元素01一直到N-1 比如说除以N之后所剩的余数 所以每一个余数代表一个等价类 这样子构成的一个商级 那么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映射 那么同学们前面也做过一个这样的练习 这样一个映射F从Z到G除以N 是一个同态 明映的 因为这一个是从Z上的商级 所以这样一个映射 是一个满射 那么我们通过群同构地义定理 我们知道 Z除以N 其实同构于 Z除以 这个F的核 那么F的核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回去练习 找一下 我们可以证明F的核 其实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NZ的这样一个子群 也就是所有的N的倍数 所组成的子群 好 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想找一下 Z除以N上的次同构 那么首先看一下 Z除以N 到Z除以N的 一些同态 群同态 我们让F 回站一个同态 那么F会把E 送到某个元素 M上面 但是我们知道 Z除以N是个循环群 所以我们 只要我们知道了F E的像 那么F除以N 可以由E生成 那么对于任意 对于其他 A 在Z除以N上面 我们可以知道 V A 是等于 V 1加1 加 自己 A次 然后根据 群同态性质 我们知道 这个是等于 A一个 V加1 相加起来 所以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 加法的群里面 所以我们习惯的把 把一个 把多个元素 相乘 写成一个多个元素 相加的形式 然后把 这个A 写到外面 那么我们 在这里 我们用的是一个 Z除以N上面的 乘法 我也简洁 我就把这个中话 给省略掉了 我们直接 写 人默认 因为这是个 Z除以N里面的元素 所以默认这个乘法 就是Z除以N上面的乘法 好 那我们 既然每一个 这样的同态 都是由 E的相 所决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每一个 Z除以N到Z除以N的同态 计为 非下标M 我们用个下标来标出来 E的相 是什么 我们记 所有的 从 Z除以N到 Z除以N的 同态 为 这个符号 非下标M 好 在这个同态 以下 同态里面 我们想找出 非除以N的 那些自同构 就是说 我们想找 里面 非除以N里面 对哪些N 这个是一个同构 我们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好 因为 Z除以N 是一个有限集合 那么 我们前面 说过 一个有限集合 一个硬射 从一个有限集合 到它自己本身 那么它 这硬射是一个双射 当前简单 它是个单射 也当前简单 它是个满射 因为这是根据抽屉定理 这个很容易 你看出来 那么 所以我们要证 非除以N是个同构 我们等价于 我们要找出 哪些非除以N 是双射 也是等价于 要找出 哪些非除以N 是单射 好 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哪些 VM 是 ZN上的 自同构 我们前面说了 VM是自同构 当前简单 它是个单射 但我们又知道 VM是一个群同态 所以 它是个单射 当前简单 它的和 是等于 平凡群 零 那么首先我们看 如果当M 是等于0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 非0 E是等于0 E是一个 非横等元素 包含在它和里面 所以 非0不是自同构 另一方面 我们假设 现在假设 M不等于0 然后假设我们有 VM A 等于0 那么我们根据 前面VM的定义 我们知道 VM是等于 A乘以M 是在 Z除以N上面 进行的运算 那么 AM等于0 在Z除以N上面 也是等价于 在整数里面 AM 是可以被 N整除的 那么基于 这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 证明下面的定理 如果 M是 0跟N之间的 整数 A是 A也是 0跟N之间的 整数 并且 N整除 M A 那么 A 不等于0 当写紧的 M与N 有 公约数 K 大于1 我们来证明一下 这样一个 定理 那么 明显 当 M与N 有公约数 K 大于1的时候 我们知道 N除以K N除以K 是一个 比N要小 比0 要大的 大于等于0的 是大于0 小于N的 这样一个 整数 那么 我们 可以发现 MA 是 等于 M N除以K 是等于 M除以K N 那么 这个 因为K 也是M的 约数 所以 这个 是N的 倍数 所以 可以 N可以 整出 MA 那么 另一方面 如果 如果 M与N 没有 这样的 公约数 K的话 那么 因为N 整出 MA N不整出 N跟M 没有任何的 大于1的公约数 那么N 必须 完全整出 A 所以根据 根据 整数的 整数的 那个 分解 自云数的 原理 我们知道 N 必须 完全整除 A 那么 但是A 是0跟N 之间的 元素 那么 N 整除 A 必须 迫使 A 等于0 就违背了 我们一开始的 我们这个 A不等于0的 假设 所以 推出 命题成立 那么 这个命题 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命题 其实告诉我们 这一个 硬设 是单设 当前仅当 M跟N 护制 因为 因为M与N 不互制的话 那么它就 这样一个 公约数 K大于1 那么有这样的 公约数 K大于1的时候 我们就 只要有A 不等于0 使得AM 能被N 整除 那么我就在 这个 VM的核里面 找到一个 非横等元素 这样就 M就不能是一个 单设 那么下面我们来 定义一个 新的群 我们定义 Z除以N 新号 这样一个集合 做一个集合 它是 所有的 V除以N的元素 X 并且 X 与N 互制 像一个 一些元素 组成的集合 我们前面 有用到过 一个 类似的群 我们对 质数P的时候 我们定义过 1除以P 新号是等于 123 你知道 P减1 这样一个元素 其实这两个 这个只是前面 我们刚才定义的 这个 集合的一个特例 因为当P 是个质数的时候 所有 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P减1的 整数都与P 互制 所以这个只是 这一个特例 那么现在我们 看 这样一个 一个集合 它 比如说 它与 G除以N上面 乘法 构成一个群 同学可以回去 作为练习 证明一下 这一个跟乘法 构成群 好那为什么 我们刚才 要证明 要定义这样一个 一个群呢 我们下面要 证明一个 定理 ZN上的 自同构 自同构群 是同构于 我们上面 刚才定义的 Z除以N 这样一个群 好 再给一个证明 我们定义 P是从 Z除以N信号 到 我们前面 Z除以N的 自同构群 一个映射 我们把 A映射到 我们刚才定义的 P下标A 在一个 一个自同构上面 那我们上面 我们之前说过 证明了 P A是 自同构 当且仅当 A与N 互置 那么 这个也就是 一除以N信号的 定义 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一个 硬射 其实是一个双射 P是一个双射 那么我们现在 只需要证明 P是一个群同态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 Va Bx 这个 我们根据 Va的定义 我们知道 这个是等于 Abx Abx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 Vabx 这样一个映射 我们把这个前面提成 下面的下标 那么我们就从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Ab 这样两个元素 所对应的 同构的 复合 是等于 Ab相乘 在对应的 同构 那么这里 我就证明了 这个 GN上的同构群 其实是同构于 D除以N上的 D除以N 以N护制的 那些元素 所构成的乘法群 好 这个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